这不是真棒啊,吃吧,这是我抢出来了 我带你来是笔 有网友留言,到青岛旅行,到景点去吃好吃的啤酒窝,便宜时会的,有没有啊 今天文哥带你们去撸一把 地方还不错,有个地下在 王哥海鲜,现在可以吃饭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 海鲜在哪买? 隔壁,就没活海鲜的,下面先加工 那你还是挺方便的 这个大姐我印识,她以前在黄岛路,那个啤酒街,人家那个地方拆了,他们现在搬这边 鲑鱼怎么卖的呀? 鲑鱼在凡市一家 凡市,昨天小了吧 好嘞,这行啊 好嘞 我傻傻哈 好嘞 这个蟹子怎么卖 这是我炒香辣蟹,我吃这个就行 对对对 辣炒嘎辣必须得有,我弄坡辣的 嘎辣怎么卖的? 嘎辣是不了解,这个是啥了解 好嘞 这个青龙多少钱啊? 这个一百块一斤 来一个吧,来 来一个青龙 这个鲑鱼怎么卖的呀? 鲑鱼这个10块一个,这个 12,18,10块一个 10块一个了 他这个地儿吧 他卖的海鲜就属于捅全料 高中低端,什么都有 在他那个屁股屋要是加工的话吧 你一个吃的不好,我直接上隔壁里来找就行了 铁文哥,这人便宜便宜啊 啊,好嘞 我说赖酒了,这什么啤酒啊? 果皮啊 果皮啊 这是什么,圆江还穿上 我今天就喝个这个行了 这些新酒啊,一看见那个鲜鱼啊 这个劲儿又上来了啊 这人是真棒啊 吃吧,这是我抢出来了 我带你来是笔 好,你们快忙吧,我自己来就行了 我自己来就行了 韭菜炒鱼蛋18块一份 拌黄瓜15块一份 海鲜一个小加工 旁边就能买海鲜 实惠便宜一目了然 今天这,真是给外地游客拍的 因为青岛危害烟台的朋友 基本上都是种种种种种 种口味 都是他们那路过来的朋友 椒盐皮皮虾 和这个辣炒香辣蟹 是他们的首选,这些口味 家常烧霸雨啊 这是青岛这边的一个习俗 你到了,到了这个时候了 下霸雨的时候 你得给老丈人送霸雨了 你别忘了啊 我先替老丈人尝尝这口霸雨怎么样 这个鸡也有吃霸雨的时候 那味都窜进去了 所以说吧,你想吃这些海鲜呢 你一定要吃这种什么 你看它菜谱里面全都是加工海鲜 所以说上它里面吃东西了嘛 每一桌都是奔着海鲜来的 你想它这厨师一天 加工一百份,两百份,三百份 日积月累 在做海鲜方面 可以说是在青岛的这个 就是厨师界沿海的这一帮厨子 你别说什么大酒店出来了 甭管你肚有二斤 做海鲜方面 它更了解全国过来的这个游客的这个口味 你先吃吧 它这个王哥海鲜皮油炉 位置恰恰很准 他们这一帮是哪里的 老青岛那个黄岛路皮油炉一条街 就经常拍电影呢 那个街就拍了很多著名的电影 都在那取景了 那个黄岛路那个街现在翻新了 然后他们回不去了 他们全搬到这条街上了 旁边就是青岛的百年老街 青岛那一百来年历史都在旁边 一百米远 一百米远 上面是圣明二大教堂 再往前走是棧桥 河着大海也很近 青岛这一百来年历史都在这 我就不相信上青岛这边 你吃海鲜喝啤酒 还比不上他们那些四伯小艘口 我问你啊 有个火焰待会儿他得搁来 他车挑哪地方 就青岛路上来 就是大石米 大青岛床 大青岛床 你挑多少车 这下头啊 最大的床都炒到这边 最大的床 那还行 这个地方 你赶快人家说说 觉得把床床下面行了 你这晚上肯定很忙 晚上在外面炒菜就好了 还有 那个烟火器 在外面摆个床都不愿意 要是外面摆上的话 还有自拨什么事了 青岛把烟火器都放开 还有他们有自拨啥事 同意的点赞 我干了 你们随意 谢谢啊 谢谢啊